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我是膝口 今天做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 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你好 大家好 这个星期六 26号就是台湾的九合一选举 今天我们来讲讲九合一选举 这次选举的结果很可能会牵动到美中之间的关系 以及美台关系 中台关系 而台北市长的选举也是重中之重的 除此之外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还有什么看法呢? 今天请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的 台湾的九合一选举是他们的地方选举 每四年一次 通常在中央选举就是选总统和立法委员 他们上任后两年就是选地方的官员 所以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的选举不是同一年的 是隔两年这样 九合一其实都挺厉害的 真的选了地方上所有的官员 包括了六个直车市 台湾的直车市有台北、新北市、桃源市、台中、高雄、台南 就是这六个主要的城市 那就要选他们的市长 另外还有15名的院市长 910名的直车市和院市议员 204名的乡镇市长和原住民区长 2139个乡镇市民代表和原住民代表 还有就是7748名村里长 所有人都在2022年12月25日就職 就是在他26日选了之后的一个月 大家就職了 任期就是4年 所以就是很重要 今次的选举里面还加了一个公投 就是台湾想改他们的宪法 将20岁只能够去选举的年纪改到18岁 因为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民主政体 都是18岁就可以选的 美国18岁可以选 加拿大18岁可以选的了 很多地方都是 但是台湾仍然是20岁 所以这次他们要去改 但是这一次的公投和以前的 比如上一次的四个公投不是一样 这次的公投是修宪的公投来的 起码是二分之一的人同意才可以修宪的 这件事情对台湾人来说 有喜欢有不喜欢 有时候那些南营就是国民党就会攻击 六营民进党说他们当然了 年轻的人都支持你那些全部是天然独立的 你降低了的年纪的话 当然更加多人支持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自己完善着他们自己的选举制度 都带有一些中共的色彩的 第一个就是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是令到台湾人知道战争可能会降临在这个赌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知道如果俄罗斯打得乌克兰的话 中共真的也有可能是会来侵略台湾的 第二个就是第四次的台海危机 就是今年8月发生 就是佩勒西他访问了这个台湾之后 中共就有很大的反应 做了很多的军事上的反应 以及亦都是在商务、在贸易方面 制裁了台湾很多的产品的 第三个就是远一点 就是2019年香港的《国安法》 就是《国安法》 使得很多民主人士在香港全部抓了和入獄 无论他们是报社或者是《苹果日报》也好 王之锋也好 戴耀廷也好 总之他们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不同的阶层 只不过他们是在反送中里面有参与 所以就有一个这么大的抓捕行动 就令到台湾当时说有亡国感的 也都是直接把这个2020年总统大选的投票率 推到74.9% 这个在世界上是极高的 在台湾来说也是极高的 这个第三个因素 第四个因素就是2022年的10月 就是刚刚过的10月 二十大召开 他们就通过了坚决反对和压制台独 并且将这一样东西写入了中共的党章里面 也是这件事令到很多台湾人知道 可能中共真的会来打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大环境 就是一个政治的气候 这些所有的政策都跟中共有关的 那这次这个台湾九合一 就是有一些的看头 影响他们这一次投票的因素 似乎你说的都是跟中共有关 那还有些什么看头呢 那首先我们看一看就是 国民党在上次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里面 他们得到很大的胜利 在那个六都就是六个直车市里面 他们拿了高雄、新北市和台中的 而民进党就拿了桃园和台南 而阿民哲作为 他后来就成为了他的所谓的民众党 当时说他也都已经和民进党 是分道洋标的 那他自己就是成为台北市的市长 就是国民党有三个 民进党有两个 而阿民哲有一个 那大家后来都知道高雄是因为 大家要去弹劾韩国瑜 就逼了他下台 结果高雄也都是被民进党拿回的 所以可以说在地方来说 在直车市来说 国民党和民进党是一分天下的 那国民党他们目前是有14席的院士长 是他们的 而这个民进党只有7个院士长 那就是国民党这次来说 他也是有很大的野心 他们想拿回台北市和拿回桃园市 如果拿得成的话 那他们拿五个了 那而这个民进党就是希望 当然就是桃园和台南 他们觉得应该就是 不走得掉的 应该是民进党的了 但是他也是想希望 就是台北市 他们会是 或者拿到台北市 这次的台北市 看到了 柯文哲 他已经是做满了 所有的任期的了 不可以再竞选连任的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的争霸就是 国民党 民进党 和民众党的 似乎看到这三个候选人 竞争似乎挺激烈的 老乔 今天这次民众党 就是柯文哲的党 如果是拿不回台北市的话 那就是他失去了六个市 全部都没有了 想讲讲民众党 因为今次民众党是很出风头的 民众党是一个浅蓝的政党 其实就是柯文哲 之前是民进党的 这个民众党 也是柯文哲 他创立的 他2015年的时候 就对中共的两岸一家亲的说法 表示认同 在2015年开始 就和民进党开始越走越远了 那就分道扬彪 民众党在2020年 就是和退出国民党的国台名走得很近 就在立法委员的选举里面 居然拿到五籍全国不分区的籍词 那就民众党他自己定义自己是浅蓝 他就是看中那些中间的选民 这次因为柯文哲已经做了八年了 所以他下来 他就推选了自己的助手 王珊珊 就是参加台北市市长的竞选的 而王珊珊背后有宋彩虞的支持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给我们感觉到 大选他错落民众党的主要原因也是在这里 阿文哲他作为台北市的市长 他在台北他是很有勢力 但是台北以外就不知道了 那这次有一个情况就是 在新竹 新竹就不属于这个直车市了 但是新竹他的候选人 似乎现在是都挺有可能 他现在是直接这样 和绿色的民进党去争这个地方 所以台北他是很稳定 但是台北以外 他是否真的可以威胁到国民党 甚至将来来说取代国民党 成为第二大党 和直接去威胁民进党就不知道了 但是今次的选举 我们会看到了 我们会看到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力量 他目前来说已经是第三大党了 林先说之前民众党的宋楚瑜 当时不是又是成立了亲民党 后来狗来狗去又是不了了之 可不可以形成第三个力量呢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个是一样 第二样东西就是抗中保台 台湾是叫抗中保台 其实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抗共保台 但是台湾是叫抗中保台 这个抗中保台 这个意思很明白了 抵抗中共保护台湾 就是为蔡英文在2020年的时候 赢得大选 赢得他第二任期 这样就得分是很多的 但是来到地方选举 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地方选举一般来说 就不是怎么样去涉及 就是这些的外交啊 或者两岸的议题 多数就是比较地方性的一些的议题 他们注重的就是这一点 所以这次会不会是在地方里 大家都一改以前的做法 而是将票投给主要是民进党 和一些比如说时代力量 这些时代力量就比较小 非常非常小 是民众会不会投给 因为抗中保台而投给民进党呢 这个我们今次都可以去看一看 是不是这个抗中保台 已经重要到一个地步 以至地方选举 都是改变他们以前的做法 有可能的 老乔 刚才你提到了 是Nancy Pelosi访台的前后 中共对台湾方面的农产品 是行多次的制裁的 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地方选举想不介入政治 或者是外交都挺难的 看来 尤其是台北市 想不讲政治 不讲外交 我想都挺难的 台北市今次就是白热化 根据民调就是国民党的蒋万安 民进党的陈时中 和民众党的黄珊珊 台湾叫三脚督 督就是督策的督 这三个人 就是根据民调 就是不相上下 就是每一个民调都有 就是赢家 比如一些民调就说 蒋万安是 一些民调就说 陈时中是 主要是他们两个 这个黄珊珊就稍微落后一点 所以现在来说 完全没办法说出台北 究竟是六死谁首的 台北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就是台北一直被视为 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就是过去的四名的 曾经担任过台北市市长的人物里面 就有两个都成为了台湾总统 一个就是陈水扁 一个是马英九 就是怪不得 阿文哲他心里面的野心很大 他知道他做了两任台北市长的话 他成为台湾总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就是这样 这个台北市一向都是国民党的天下来的 主要是49年 蔣介石遷台的时候 很多他带的军队 和他带的公务员 他们都聚集在台北 接着他们的后代都在那里生长 在那里长大 在那里读书 在那里发展 所以国民党的票仓就是台北 这次蔣萬安是很令人觸目的 蔣萬安的背景 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呢 其实他的爸爸就是这个蔣孝延 而蔣孝延就是蔣经国的私生子 他本来跟他妈妈姓的姓张 但是现在来说 都把自己的姓改到姓蔣 他的儿子蔣萬安也都是跟着改姓 而这个蔣孝延 他本身就是以前的国民党的副主席 也都是前台湾外交部长 也是总统府的秘书长 所以本身他的政治的经历 他爸爸的政治经历是很厉害 还有他也都是蔣经国 他的私生子 蔣萬安是蔣经国的孙 蔣萬安本身就是一个律师 他在美国奔赤凡尼亚州大学 拿到法学博士之后 在美国加州就担任律师 跟着他就回来台湾 他自己都很年轻 他1978年出生 现在只是40多岁了 这个经历对他来说是有利的 特别是国民党 很多人觉得自从马英九 有头有面出过来 赢了两届的台湾总统之外 现在国民党看不到 有任何人可以取代 马英九再奪得台湾总统的位置 蔣萬安就合乎了 很多国民党的那个看法 就是那个期望 不过蔣萬安因为 因为他本身都是很年轻 很多人也都是要看一下 他对台湾威权统治时期 那个立场 就是台湾很多的新生代 都是支持转型正义 就希望公开白色恐怖的档案 他们也都是觉得 这个白色恐怖 是他的太爷 就是蔣萬安造成的 所以也都是看他的立场 看蔣萬安的立场 所以蔣萬安的出现 对整个选情是有利的地方 也都有不利的地方 其实你说得对 蔣萬安现在是被认为 是国民党的希望的 上一次拜登一开始派他的老友 去台湾访问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见过蔣萬安的 也都见过现在的副总统 賴清德的 因为美国认为 一定要是两边的人 他们了解过 他们究竟对中共的态度是怎么样 他们才决定 对台湾的政策 究竟是怎么走的 那你就陈时中 大家都知道他 就是台湾的疫情 控制得这么好 特别是当初的时候 真是全球冠军的 做得这么好 就是陈时中 可以说他是整个整件事的最关键的人物 这次他也都是代表民进党 去参选台北市长的 但是他打这场仗打得很辛苦 因为他出来的时候 也都是台湾开始 那个疫情死亡的人数比较多 疫情也是这个Omicron 扩散得很厉害的时候 很多人就反而说 他和蔡英文 是没有及时 去拿到海外的一些疫苗 令到这个疫情扩散 就因为大家在那里对女 所以 蒋万安对他是非常之不客气的 说他是邪恶力量 黄珊珊就说他谋财害命 那陈时中就说 你们可不可以 不要只是看用疫苗这一招 来针对我 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多人身攻击 这么多的仇恨 可不可以看看我其他的能力 这个选举就是这样 我想民主选举里面 大家就打口水仗 互相的去抹黑 这个也是大家能够接受的 也都是怎么说 就是这样的情况 美国是这样 加拿大都一模一样 没什么分别 台北市讲完了 台北市我们星期六晚 就应该知道台北市 谁会拿到这个大位的了 其他五个城市 五个城市 民进党来说 他觉得高雄和台南 台南就是赖清德的地盘 高雄和台南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桃源就是比较麻烦一些 桃源也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代表民进党的林志堅 他因为论文抄袭 就被台大发觉了 揭发了出来 然后他后来退选 所以出师不利 但是国民党这边的张善政 也都被人批评得很厉害 因为他是由党中央 在空降下去桃源 很多人都对这件事很不满 所以桃源这次 两方都是有所谓的丑闻 那半斤八两就看看是怎样了 不过如果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是国民党 他是拿回这个新北市 新北市现在是国民党的 他是侯友宜 他拿回台中 台中盧秀燕是强到不得了的 就是国民党是没什么问题的 拿回新北市 拿回台中 如果台北又被蔣萬安拿到 桃源又被他们拿到的话 那六个直轄市里面 他们拿到四个 所以国民党其实 那个地方的势力是很大的 那为什么国民党的地方势力很大 因为他一直 1949年去到台湾之后 国民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都是一党独大 直到1987年 蔣经国开放党禁、报禁 那时候才完结了一党专政 所以他在地方的人脈 是很根深体股的 这些人脈也都有金主 就是他们选举都有钱 所以他整个台湾来说 是地方来说 他的势力其实很大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讲评论 蔡英文说到民进党 觉得民进党是抗共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民进党好像的势力很大 又加上蔡英文 已经第二任的作为总统 但是其实国民党在地方势力很大 不过有一样东西大家就要注意 就是国民党的势力在地方势力很大 并不代表地方的人就支持共产党 就是这一样东西我想就要分得清一些 就是在过去来说就是2018年的地方选举来说 国民党是赢民进党很多的 你要看回我刚才所说的赢很多 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觉得整个台湾就是去亲共的 你这种说法真的挺有意思的 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九合一 但是中央选举就不一样了 中央选举主要就是选总统和立委 立法委员 那就是哪个党得到 就的确就是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就会大很多 似乎现在讲国民党亲共那部分 很多时候都是讲那帮老人 把持着国民党里面的人脈那部分 是那部分人的 其实都挺像中共里面内部的这些老人干净 讲回国民党 国民党就 你看马英九 你看朱立伦 你会对国民党有一种是比较固定的看法 他们盲点很多的 但是如果有些新生代来说 其实他们都一直都想挣扎出 就是国民党的那个紧枯罩 比如蔣万安 国民党就以马英九为代表那个紧枯罩 比如国民党的盲点 就马英九来说 他经常都说九二共识 一中国表 他最近他自己的Facebook里面 问蔡英文 为什么你不承认九二共识 他说得很长 觉得他说他在任期间 怎么样令到台湾很和平 说了很多东西 但是马上有人反驳 他就说 你的九二共识里面的一中国表 那一中国表已经不见了 现在取缔的是一国两制 习近平 共产党根本没有给你有一中国表的机会 现在共产党的意思 就说台湾就是属于他的 就是一国两制 所以这个国民党 以马英九为代表一个很大的盲点 另外呢 就经常都说两岸同属一中 那这个也是受到很多人的批评 他说如果两岸都是同属一中 台湾人都认同了这一样东西的话 那中共拿回台湾 或者去侵略台湾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他们国内的事情来的 是中国国内的事情来的 所以这些都是台湾的盲点 那蔡英文呢 就是他在他这个助选期间 这次就说了很多东西 就是大概我觉得他都说中了 为什么西方社会现在是很支持台湾的 蔡英文说了就是说 西方社会看到台湾 它不是在那里破坏现状的 破坏现状的一方呢 是中共 这个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 愿意帮助台湾的原因 因为台湾是维持国际秩序 和和平稳定的一方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另外就是台湾也都是自己做好准备 它是很坚定 自己也都很有自信 很团结 有决心 就是他助选的时候说的话 那我们觉得蔡英文说得对不对 我们自己去判断 但是他都真的说对了 就是如果台湾是很好战的话 我想第一个拜登就不会支持了 因为拜登一直就说 他是贊成台海两岸是保持现状的 另外就是副总统賴清德 也都指出了一些东西 就是今次的助选的时候说了一些东西 他说台湾的当务之急 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如何恢复经济 现在台湾的通胀都增加了 但是没有其他的国家那么厉害 大概是4%左右 在供应链重组的时候 就是台湾要研究一下自己扮演什么关键角色 他这里当然我想他就暗示台积电 在这个晶片的供应链里面 台湾扮演什么角色 第三就是怎么样去守护台湾的主权 第四就是维护印太和平发展 这点很重要 台湾已经不只是台湾 他自己看自己是印太的一个部分 那他们说得不无道理 维护台湾的安全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社会体系 当然是最重要的 而台湾如果真的被中共拿回去的话 那台湾真的没有好日子过的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讲到台湾为什么能够站得住脚 那我这里也引一引民进党 台中市的市长候选人蔡奇昌 他说了三个原因 他说第一个 台湾其实是很危险的 他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 整个人口又那么少 国家又那么少 但是能够活下来 能够存活下来 是因为台湾坚守了民主 是这样东西令到其他的国家 来帮助台湾 这个我都说得很对 第二个就是 他说台湾现在来说 是很重视自己的国防的力量 就是他不只是去靠人 他要靠自己 所以也都是在战机、艦艇各方面 在这里自强不息的 第三个保障 就是台湾的经济和晶片的实力 就是全球半導体的实力 这个我们都不需要太多说了 就是台湾他能够站得住脚 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在这里 那这次来说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中共是继续去干预的 虽然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舌 就说中共可能是因为 要讨好其他国家 现在要缓和一些了 和自己国内都很多事情发生 所以就没有好像上次选举的干预那么大 不过就是他刚刚说完 台湾又爆出了 有一个叫做向德恩的这个人 他是台湾陆军装甲上校副女长 他做这个职位的时候 就是被另外一个台湾金门记者 他叫邵惠强吸纳 然后做了特务 每个月就是拿4万元的台币 就是这样 另外就陈时中和民进党的Instagram 突然间就有涌入大量的 用简体字写的 就是这些这样的留言 全部都是一片漫码 制造混乱 引起矛盾 就是这些东西 不过台湾人一看就已经知道了 也都不是好像以前这样 这么蒙茶茶 现在一看就知道了什么 所以就是的确是这样 就是台湾来说 它这次选举 或者以后的中央选举 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台湾是这个 华语世界里面的民主的典范 香港已经没有了 现在没有办法了 这样就是华人民主的典范 也都是中共下台后发展的榜样 所以它的选举今次也是 令到很多全球的媒体聚焦的 这个是以前没有试过的 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很多西方的媒体 都聚焦台湾今次的地方选举 他们的聚焦当然是 关乎到美中关系 美台关系 中台关系 这个三国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的 26号就会看到一些结果出来 希望在26、27这两天 就已经全部结果出来 到时会和大家更新 里面最重要的内容 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 还未订阅的话 请点击右下角订阅 顺便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一次有新的节目 都会通知你的 这里是月光有理 拜拜 没有人 对 注意 你 明天 里面